无论在澳洲生活或者投资澳洲物业 购买澳洲的保险都是无可避免的 我之前有介绍过澳洲的医疗保险 教大家怎样买和怎样选择 我会将相关的影片放在description box里面 今集主要会讲澳洲的房屋保险 包括 Home Insurance Building Insurance 和Landlord Insurance 会教大家怎样选择和避免购买一些不必要的保险 大家好我叫Alex 欢迎设计土豪TV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点赞和帮我share我的影片 记得按个小时 有新的影片会马上通知你 如果你收不到我影片的通知 你可能要重新订阅 记得按个小时 在澳洲 如果你拥有自己的物业 或者投资物业 甚至如果你是海外人士 拥有澳洲的物业 都是需要购买这类型的房屋保险 澳洲的房屋保险 主要分为三种 Home Insurance 或者叫 Building Insurance Contact Insurance 和Landlord Insurance 如果你持有物业 无论是自住或者投资 这个Home Insurance 或者Building Insurance 都是必须的 它主要是保你家的 Structure 也都包括 屋里面的 花园 车房 Fence 甚至乎 如果你有游泳池 都会保卖的 它的作用 有些类似香港的 火险 假设你家被摧毁的话 保险公司 只会根据你投资的保额 赔回那个金额 给你重建一间屋 如果你是有贷款的话 大部分的银行 会强制要求你 购买这种 Home Insurance 或者叫 Building Insurance 银行甚至会有要求 有一个指定的 最低的投资 投资 以及 指定的 售益人 但是如果你购买的是 Apartment 或者是Time House 你有机会 是不需要购买 这个Home Insurance 我以apartment 可能为例 绝大部分的管理公司 都会为整座大厦 购买 Home Insurance 或者叫 Building Insurance 这个Insurance 除了会保卖大楼的物业之外 还会 买买 Public Liability 万一有路人 或者有住客 在大楼里面 忍受意外 受伤或者死亡 都会由 Public Liability 去承保 这个保费 已经在你的管理费里面 包了进去 所以业主的话 你是不需要重复 购买 这种Home Insurance 至于Time House 就视乎情况 易定 一般由管理公司管理的Time House 或者一些 大Project 你可以 看回你的管理费里面 或者 问回你的管理署 又没有 购买到 房屋保险 我稍后会教大家 怎样选购 保险公司 和教大家 怎样格格 简单来说 当然这种保险 就适合 独立屋 House 我自己 都有投资物业 快地本身 我不太害怕 它会损毁 如果这家 Touchwood 不幸地被摧毁 的话 我可以用保险公司的 赔丰 将房屋 重新建 当然有点麻烦 但建完新屋之后 它是可以帮你 Generate 更多的 Rental Income 所以Home Insurance 是强烈建议 大家购买 不要为了省少少钱 得不常失 至于Contact Insurance 就不是强制性 是可买可不买 它主要是 Cover屋里面的 物件 包括屋里面的 家具 家电 珠宝壽式 或者一些 名贵的物件 这种Contact Insurance 不是每个澳洲人 都会买 如果你家 本身 是没什么 值钱的 好像我家 是没什么值钱的 我家最名贵的 就可能 是我 草回来的 模型 我家 不会有名标 也不会有名牌手袋 更加是 没有任何 珠宝壽式 如果这个情况 跟我差不多 是没必要 购买 Contact Insurance 或者你持有的 是一些普通的 投资物业 比如普通的 Apartment Time House 或者是一些 独立屋 House 以我所知 绝大部份的 业主都不会 扣买 这种Contact Insurance 我知道又有观众 会这样说我 不是啊 Alice 我的朋友 她的屋里面 露水 哇 那些水 震烂了地板 连那些墙 全部都起了 泡 她好彩 有买那些保险 保险公司 陪 弄回地板 那些墙 那些东西 这个观众是这样的 这个是必须要计数的 你购买Contact Insurance 每年是需要支付的 保费 另外你claim保险的时候 保险公司 会收取你一个 佔底费 再加上 如果你是 付外国公司 帮你放租 他帮你去claim保险 是会向你 收取一个 行政费 保险 佔底费 地产的 行政费 这条数加上 可能跟你找个 师傅 整理好地板 是差不多的 当然要看你的物业 有多么 金贵 如果是一些 普通的物业 刚才说了 那三笔数加上 分分钟 够你 找个师傅 帮你整理好地板 而最重要的是 当你claim保险之后 你第二年 保险公司 就会加你保费 提回大家 我们土耗地产 帮业主claim保险 是不收费的 而最后 就是Landlord Insurance 这个主要是 针对投资物业 这个Landlord Insurance 不是强制性 是可买可不买的 我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哪些人需要买 哪些人可能不需要买 在什么情况之下 需要购买 在什么情况之下 可能不需要购买 这个Landlord Insurance 包括如果租客欠租 保险公司 是会赔偿 这个Loss of 租金 给这个业主 如果租客选 为屋里面的设施 亦都会赔偿 业主 或者如果租客 不见了 鎖匙 亦都会赔偿 业主 至于 扣不扣买 就看几种情况 易定 首先就看回你放租的区 租客的Quality 去到哪 如果你本身的物业 是一些比较好的区 或者一些中产的区 这些租客 都是一些有稳定收入的家庭 根据我这么多年放租的经验 一些好的区的物业 一些好的租客群 其实我这么多年来 Touchwood 都是未需要 使用Landlord Insurance 他们交租 都是很准时的 我在澳洲放租十几年 在不同城市 都有投资物业 So far Touchwood 我的物业 的区 比较好 租客群 亦都比较好 从来都未试过 收不到租 如果你的情况是类似 可能你是不需要 购买Landlord Insurance 如果你的物业 是一些比较差的区 或者你本身的租客群 是一些 不是那么有 收入稳定来源的租客 比如可能是学生 或者是一些 Working holiday 的人士 或者是一些 收入没那么高的群组 在这个情况之下 购买Landlord Insurance 就可以 起到一定的 保障作用 我自己的投资物业 就没有购买 Landlord Insurance 因为我的租客 都是一些 比较好的群组 在澳洲 放租 业主 有以下几种保障 首先 租客需要支付一个月的帮 去避免 屋里面的损位 或者欠租的情况 Alice 一个月怎么够 如果他 差我两个月 我怎么办 这个观众问得很好 所以 租客的背景 也很重要 如果他本身是澳洲人 也有 稳健的工作 业主可以透过法律 程序 入品 去追讨 那个 欠租的 赔偿家 因为他本身是澳洲人 除非他永久性离去澳洲 如果不是 他基本上 是走不掉的 所以我们尽量 会找一些 背景比较好 有稳健收入的 租客 租给他们 现在就教大家 如何选择保险公司 提提大家 尽量选择澳洲的 外国公司 如果有些 Agent 推介你 买一些 大陆的保险公司 或者是一些 所谓的 博客 尽量 就不要买 大家千万不要贪便 和贪方便 因为这些 大陆博客 帮你买了些什么 你都不知道 最重要的是 万一你要 保险的时候 是可能 有机会 赔不足 所以 稳固点 找回澳洲的 保险公司 直接 和他们购买 就最安心了 大家可以使用 iSelect 的格价网站 在里面 输入你物业的地址 选择你想购买的保险种类 然后他就会推介 然后他就会推介一些保险公司给你 一般比较上用的保险公司包括budget direct AMY Alliance RACV 和部分的银行 亦都有提供 这个空间 包括联邦银行 Carmen valve bank Suncorp 银行 我们下户用开的 是一间叫 Terry Sheer 的保险公司 这些都是澳洲 大部分本的人 会使用的 保险公司 其实就没有 哪间特别好的 最重要 都是 大部分澳洲人 使用过的 鬼澳公司 最后其实是看价钱 In Journal 如果你的占底费越高 你的保险就会越便宜 你的占底费越低 你的保险就会越贵 所以这个是一个计数的游戏 今集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收看兔TV 我们下次见 拜拜